可女人发泄完后 还是坐在沙发上哭泣 两人十年外遇却没有名分 这让她心中痛苦万分 男人搂住自己的情人 承诺将提拔她做公关室主人 以此来作为赔偿 两人这才和好如初 而目睹一切的小琪却成为小丑 因为就是她和女人发生了关系 最后小琪竟然坐在了男人车内 询问她九年前的一场车祸 男人当即变了脸色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背后是否还存在更大的阴谋 小琪是名报社记者 九年前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她目睹了异常惨烈的车祸 出于职业素养 她当即赶过去拍照 然而在片刻之后 小琪又匆忙回到车上 紧接着黄芒逃离现场 她究竟看到了什么 时光荏苒 已经过了九年 小琪依旧当着报社记者 这天 她从广播中听到附近发生车祸 赶往现场 期待能够发现新闻热点 果不其然 到达现场后 小琪发现车祸当事人 竟是当地高官和某当红明星 她立刻嗅到热点的气息 当即派出大量资料提交给主管 这种惊天爆点 主管麦奇自然也不会放过 立刻打电话向小琪确认 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 才让小琪意外遭遇车祸 幸亏人没事 然而 她当提的车子只能送去维修 小琪找上老熟人阿吉 却得知自己买的车子 竟是一辆轮还车 整个钱仓都更换过 小琪得知此事 立刻找到担任警察的同学老王 希望帮忙调查这辆车 老王表现得非常为难 直到看到对方厚重的诚意 这才爽快答应 不过在送头小琪之后 老王转手将调查任务交给新人阿伟 另一边 小琪回到报社 众人正在讨论他提供的素材 领导认为需要严谨对待此事 但小琪却想当然认定 必然是高官包养了明星 就这样 那篇报道刊发了出去 立即引发强烈的关注和舆论 一时间 小琪深得不长久哥的器重 成了报社内的大红人 甚至在宴会上 许多人起哄要给他介绍对象 但小琪早已心有所属 就是美女主管麦琪 对方多年来一直单身 所以在回去的路上 小琪大胆表白自己的心意 就这样 他们借着酒精 犯下了一些错误 然而第二天小琪醒来 却发现整个天都彻底变了 报道当中 被扰了小三的黄小姐 只是今年三月我在法院 登记注册的合法机制 一瞬间 小琪从报社的大红人 变成抹黑公司的谣言制造者 与此同时 他又收到另一个糟糕的信息 自己之前新提的车子 确实是一辆魂还车 九年前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车主当场死亡 他发现自己非常出息死者照片 资料里面甚至还有他当年的口供 这居然就是九年前 那个雨夜的事故车 小琪回忆起一部分 当他赶到时 车上一男一女已经死亡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此时现案下不表 总之 得到这个消息后 小琪失魂落魄地回到报社 正好碰上公司领导们散会 他当即有了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他被公司开除了 外戏告诉他是总编老刘决定的 小琪只能求助部长求哥 然而对方却表示爱莫能助 就这样 小琪成了无业游民 只能天天借酒消愁 但他不甘心就这样算了 很快 小琪找到了机会 一次偶然间 他发现了九年前车祸肇事案的照片 但其中有一些已被删除 而照片除了自己 就只有老刘金手过 如果能够查出他与这个案件有关 就能将一些狠狠的报复回来 于是 小琪通过麦奇 查看了报社内的报道记录 发现那段时间 还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被绑者是富豪家的小女儿 绑匪勒索了一大笔后遍人 间真发 巧合的是 那天之后便有报道称 某医院的一名女性患者离弃失踪 这让小琪不得不怀疑 这些事背后或许隐藏着某种联系 其实也不分地开始调查 见他近乎风魔的状态 麦奇劝他主动放下 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了 就算查出来 也不一定和老刘有关 更别提把他怎么样了 但这是小琪现在唯一的报复希望 最终麦奇决定帮助他 很快 他便通过人脉 拿到了徐艾婷住院时的信息 并且豁速赶往对方的户籍地址 然而当地人却表示 徐艾婷已经离开很久了 偶尔会寄来一些茶叶 才好小琪家里是种茶的 因此他很快分析出 这种茶叶只在一个地方有 于是小琪再次明确了目标 通过走坊当地的商户 得知徐艾婷化名张惠文 而且就是最近一两年才出现的 恰在此时 徐艾婷来店里取茶 小琪走上去表明来意 希望能够重新调查九年前的车祸 然而对方的反应却非常奇怪 当即就要转身离开 之后更是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关键信息总是含糊其词 甚至连当初失踪的经过 也丝毫不愿透露 见到两人还在不断追问 徐艾婷更势力深喝吃两人 声称都是男友喝多了就有自取 就这样 小琪没有丝毫收获 回去的路上 麦琪也一直劝他放下 但小琪总觉得 这背后的事情并不简单 因此并未就此放弃 很快 他发现一个疑点 徐艾婷男友料子凡的尸检报告显示 当时他并未喝酒 那么为什么徐艾婷要说谎呢 正在疑惑之际 徐艾婷突然打来电话 小琪以为他会心转意 准备说出真相 却不料 对方只是希望他保守今天的秘密 小琪正极提出自己的疑问 对方却并未直接回答 只希望维持现在平静生活 小琪还想继续说什么 却忽然听到电话链一端 传出类似串门的声音 之后通话突然中断 小琪猜测对方可能出现意外 当即通过茶店老板赶往对方家中 但当他来到目标地点后 却只看到坏掉的防盗所 以及一闪而过的人影 他立即追了上去 然而 经过一番追逐 他却在停车区域跟丢了目标 对方趁机驾车扬长而去 好在 小琪看到了对方的车牌号 而另一边 徐爱婷正被囚禁在某处房间中 他现在遍体鳞伤 显然遭受过一番折磨 是什么人要绑架一名残疾女子呢 察觉歹徒不在房间内 徐爱婷经过一番努力 成功振多束缚 但却无法从屋内逃离 于是 他只能拨打小琪的电话求救 然而这一切 都被墙壁中的监控注视着 另一边 小琪再次接到徐爱婷的电话 他刚准备说话 电话那边就出来惨叫声 显然 徐爱婷的状况不容乐观 必须尽快将对方救出 只不过 对方究竟在哪里 无奈之下 小琪只能求助朋友老王帮忙 然而 因为这次没有带诚意 对方的态度十分冷淡 但最终还是答应帮忙调查 老王只认前不认人的德行 让小琪十分气愤 但他也无可奈何 只能继续想办法救人 他通过照片里的镜子 推断出几个模糊的照尸车号码 通过调查这些车牌 小琪发现 其中一个车牌号 竟属于自己的上司邱哥 难道他就是当初的照尸者 这时 小琪突然想到 自己当时将相机交给老庄保管 但最终却到了邱哥手中 而当初也是他表示 这些照片不够清晰 不能登报 莫非一切真的和邱哥有关 然而就在这时 修车的老熟人阿基打来电话 他声称 知道九年前事故的相关信息 希望和小琪面谈 听到这个消息 小琪当即赶往阿基家中 可到了现场 却被眼前一幕 震惊的目瞪口呆 阿基竟然死了 而且邱哥不知为何在现场 很快 警方便赶来调查此事 在这期间 小琪正好趁机向邱哥提出疑问 对方以前的黑色兵力哪里去了 为什么九年前的肇事车辆 车牌会和他的一样 面对这一连串的疑问 邱哥淡然表示 九年前是阿基接了自己的车 想要外出再美装逼 却不料竟然发生车祸 而且当时阿基试酒后驾驶 因此在情急之下逃离现场 回到维修厂之后 却将邱哥的车子和另一辆调换 出与哥们一起 邱哥答应帮忙隐瞒 但从此以后就不再开那辆车子 而他之所以出现在现场 也是阿基邀请的 不久前 阿基去徐爱田家道歉 却没想到意外被小琪撞见 慌乱之间只能从窗户逃跑 原来 那天被小琪追的人就是阿基 今晚 阿基希望求哥来做个见证 将其中的误会说开 但等到求哥来到现场时 却发现阿基竟然已经跳楼身亡 整个过程从逻辑上来说非常合理 甚至小琪也有些相信了 但就在这时 老王突然打来电话 对徐爱田的调查有了新进展 小琪跟隋敏紧来盗墓地地 通过走访周围居民 寻找徐爱田所处位置 然而在这期间 他看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那就是新来的警察阿伟 对方声称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 但是房内却忽然发出声响 虽然最后确定是猫咪造成的 不过阿伟全程深情紧张 很显然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莫非阿伟真的和徐爱田的失踪有关 临走之前 小琪顺便看了一下屋内的合照 奇怪的是 所有的照片中都没有阿伟的身影 除此之外 似乎并无什么异常 但其实这正是最大的伏笔 因为那间房子并不是阿伟的 所以照片里面也没有它 而阿伟真正的房子就在隔壁 里面正囚禁着徐爱田 显然 那天电话中传来的声响 就是阿伟踹开房门 将徐爱田绑架 但她作为民警 为何要绑架这个残骑女孩呢 甚至还对她悉心照料 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原来在很久之前 阿伟就与徐爱田相识 当时两人像是某种畸形的恋人 从身份上更像是主人与囚徒 并且他们还有大量黑钱 然而 在某一天 徐爱田和钱一起失踪了 所以身为警察的阿伟 才会做出如此出人意料的行为 现在她绑架徐爱田 除了报复对方的背叛 更重要的是要找回那笔巨款 另一边 小琪自然不知道这些事情 她正沉沉于阿企死亡的悲痛中 她来到阿企的修车行 就在这时 小琪看到墙上的那些合照 发现了些许异样 因此再度怀疑邱哥 决定跟踪对方寻找线索 这一次 竟然只让她发现了秘密 就是开头那一幕 虽然两人是婚外情 可邱哥却对麦奇与小琪 发生关系的事耿耿于怀 他刚想为头上绿帽发怒 就被麦奇句话拿捏 你跟你的血仙狗外遇搞了十年了 你现在这样子不是对大家都好吗 修哥当场哑伙 毕竟他确实有愧与麦奇 但修哥想要继续向上爬 就必须借助岳父那边的势力 修哥不会阅历丰富 几句话便将麦奇哄好 于是 这顶绿帽就来到小琪头上 等到修哥离开麦奇家 小琪直接跟了上去 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说法 不仅是麦奇的事 更是阿吉的事情 原来 小琪通过修车航墙上的照片发现 在事发当天 阿吉正在领营处哥嫂子求婚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案发地点 修哥看到那张证据照片 沉默了许久 才说出另一个故事 九年前的那个雨夜 正是他成为总编的日子 整个部门的人都在宴会上喝了不少 甚至小琪也在其中 只不过他提前离开申千宴 后来车子出了故障 所以才会在路边休息 而修哥则没有这么幸运 他在酒后载着麦奇 北方一直在旁边挑逗自己 加上当晚大雨滂沱 所以才会发生车祸 修哥担心自己的事都受到影响 便在麦奇的鼓动下 匆忙逃离现场 最后他找到阿吉 希望对方能帮忙瞒天过海 于是 阿吉帮忙调换了车牌 修哥则在第二天正常上班 这个故事更加残忍 但是同样符合逻辑 而修哥之所以敢光明正大承认 是因为他料定小琪证据不足 无法举报自己 并且他还承诺 只要小琪帮忙隐瞒真相 就会让他重回报社 难道事情真的要不聊聊之吗 修哥最后说的部分真相又有合意 面对他抛出的利益诱惑 小琪又将如何选择 正在他犹豫之际 忽然想起阿伟屋里的那张照片 于是 他决定再次上门调查 果然有所收获 小琪得知阿伟真正的住所近在隔壁 对方为何有意隐瞒 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之后的几天 小琪不断跟踪阿伟 发现他行为怪异 因此心中更加怀疑 小琪还发现 阿伟似乎正在家中销毁某种东西 因此 他立刻破门而入 不顾对方阻拦强行闯进去 双方当即爆发战斗 虽然小琪有备而来 但阿伟毕竟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最后 小琪只能使用挖掩这种招数 才趁机压制对方 然而 双方实力差距过大 小琪再次落入下风 对方从厨房取出菜刀 准备瞎叫小琪 但最后却又放弃 转而丢给小琪一把钥匙 并且 问了他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听到对方的话 小琪当场愣住 表示根本不知道什么两百万 小琪的眼神也变得十分奇怪 但他还是表示 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可阿伟却非常确定 车上的钱一定被 最先到现场的小琪拿走了 想当初他们三人绑架了那个女孩 从对方那里勒索了一千五百万 然而回去之后却发现 阿伟已经将女孩残忍杀害 徐爱婷和廖思凡被吓得匆忙逃离 在路上却不幸遭遇车祸 阿伟当即杀死一期尚存的廖子凡 而小琪趁乱偷走了两百万 视角再次回到现在 小琪用钥匙打开一扇房门 里面的景象当场让他愣住了 小琪究竟看到什么 但导演此时并未表现出来 画面突然一转 小琪约邱哥出来见面 利用之前交流的录音 和对方发起一场谈判 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 但在不久之后 小琪成了新的报社主任 西装名表样样俱备 主管麦奇也不得不见面敌头 显然是功臣名就 在这期间曾经的总编老刘找上了他 表示当初其实是麦奇 提出开出小琪的 毕竟当时修哥身迁了 麦奇独目难知 而且九年前也是麦奇开的车 但过程究竟如何 现在依然不重要 起码对现在的小琪来说 都不过是成功路上 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了 不管是那被肢解的徐爱婷 还是那被自己反杀的阿伟 影片至此结束 目击者之追凶上映于2017年 影片内部充斥大量的血腥镜头 真实的展示了社会阴暗面 例如修哥的一拳谋私 关于失身恋冷情节 然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 是这个恐怖社会 对人三观和良知的改造 为了前能够做出个种 令人胆寒的事 除此之外 演员的演技也非常在线 尤其是在影片结尾 小琪的阴森笑容 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整体而言 这是近年来 非常不错的惊悚犯罪片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这是一部国产电影 喜欢这类题材的观众 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影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们的点赞评论和关注 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